茶不再贵,适合就好。 人的体质、生理状况和生活习惯都有差别,饮茶后的感受和生理反应也相去甚远。 有的人和绿茶睡不着觉,有的人不喝茶睡不着,有的人和乌龙茶未受不了,有的人却没有事,因此选择茶叶必须因人而异。 中医认为人的体质有燥热、虚寒之悲,而茶叶经过不同的制作工艺也有良性及温性之分,所以体质各异饮茶也有讲究。 灶热体质的人应该喝良性茶,虚寒体质者应喝温性茶。 一般而言,绿茶和轻发酵乌龙茶属于良性茶,重发酵乌龙茶和大红袍属于中性茶,而红茶、黑茶属于温性茶。 一般初次饮茶或偶尔饮茶的人,最好选用高级绿茶。 对容易因饮茶而造成失眠的人,可选择低咖啡饮茶或偷咖啡饮茶。 有抽烟喝酒习惯,容易上火及体型较胖的人,喝良性茶。 肠胃虚寒,平时吃点苦瓜西瓜就会感觉腹胀不舒服的人或体质较虚弱者,应喝中性茶或温性茶。 老年人适合饮用红茶、黑茶等。 问题二,一天饮多少茶比较合适? 喝茶并不是多多益善,而需适量。 饮茶过量,尤其是过度饮浓茶,对健康非常不利。 因为茶中的生物碱,将使中虚神经过于兴奋,心跳加速,增加心肾的负担,晚上还会影响睡眠。 高浓度的咖啡碱和多分类物质对肠胃产生刺激,会抑制胃液蜂蜜,影响消化功能。 茶水过浓,还会影响人体对食物中、铁等无机盐的吸收。 根据人体对茶叶中药效成分和营养成分的合理需求来判断,并考虑到人体对水分的需求。 成年人每天饮茶量,以泡饮干茶5至15克为仪。 泡这些茶的用水总量和控制袋400至1500毫升,这只是对普通人每天用茶量的一般性建议。 具体还需要考虑不同人的年龄、饮茶习惯和所处生活环境、气候状况和本人健康状况的。 如运动量大,消耗多,进食量大,或是以肉类为主的人,每天饮茶可多些。 对长期生活在缺少蔬菜、瓜果的海岛、高山、边疆等地区的人,饮茶数量也可以多一些。 这样可以弥补维生素等摄入的不足,而对那些身体虚弱或泛有神经衰弱、缺铁性贫血、心肚固素等疾病的人,一般应少饮甚至不饮茶。 问题三,有人喜欢烫饮,有人喜欢冰饮,从健康出发,饮茶温度多少适宜? 一般情况下,饮茶提倡热饮或温饮,避免烫饮和冷饮,跟平时喝汤饮水一样。 过高的水温不但烫伤口腔、烟喉及食道粘膜,长期的高温刺激还是导致口腔和食道肿瘤的一个诱因。 所以,茶水温度过高是极其有害的,而对于冷饮就要是具体情况而定了。 对于老年人及脾胃虚寒者,应当寄饮冷茶,因为喝冷茶容易聚痰,伤脾胃等不良影响,对口腔、烟火、肠道等也非有副作用。 老人及脾胃虚寒者可以喝些温性的茶类,如红茶、普洱茶等。 夏季也以热饮为佳,其一,饮热茶可消暑解渴,清热凉生。 热茶有促进汗腺分泌的作用,使大量水分通过皮肤表面的毛孔渗出体外,以达到散热降温的目的。 其二,热茶汤中含有的茶多芬、糖类、氨基酸等,与唾液发生反应,滋润口腔。 产生清凉的感觉。 其三,容易热茶中的咖啡碱,刺激肾脏,利于排尿,有利于热量散发和污污的排出,以达到降低体温及解毒的目的。 问题四,哪些人不宜饮茶? 有些疾病犯者或处在特殊生理期的人,就不适合饮茶。 对神经衰弱犯者来说,其主要症状是失眠。 在临睡前饮茶,茶中含有的咖啡碱具有兴奋作用,就会影响睡眠。 脾胃虚寒者不要饮浓茶,尤其是绿茶,因为绿茶性偏寒,并且浓茶中的咖啡碱、茶兔风含量都比较高,对肠胃的刺激性较强。 这些对脾胃虚寒者均不利。 缺铁性贫血犯者不宜饮茶,因为茶叶中的茶兜风很容易与食物中的铁发生反应,从而影响铁的吸收。 这些犯者所服用的药物多为补铁剂,它们会与茶叶中的兜风类成分发生弱核反应,从而降低补铁药剂的疗效。 处于经期、孕期、产期的妇女最好少饮茶或只饮淡茶。 茶叶中的茶兜风与铁离子会发生弱核反应,使铁离子失去活性,这会使处于三期的妇女亦犯贫血症。 茶叶中的咖啡碱对中枢神经和心血管都有一定的刺激作用,加重妇女的心肾负担, 对胎儿的生长发育不利。 妇女在哺乳期不能饮龙茶,首先是龙茶中的茶兜风含量高。 一旦应付吸收进入血液或,会使其乳腺蜂蜜减少。 其次是龙茶中的咖啡因含量相对较高,也会通过哺乳而进入到婴儿体内,使婴儿兴风过度或者发生肠静磷。 妇女经期也不宜饮龙茶,茶叶中的咖啡碱对中枢神经和心血管的刺激作用, 会使经期基础代谢增高,引起痛经或经血过多,经期延长等。 问题五,喝茶真的会醉吗?如何解茶醉? 有些人在连续大量饮茶的情况下,的确会产生脱昏自喝醉的状况,尤其是空腹时。 这是因为空腹时啊,人体血糖本来就低,再通过喝茶摄入茶多糖, 儿茶素类物质会促使体内的血糖进一步降低。 这时就可能引起脱昏腥方手脚无力,形成仿夫等症状,产生所谓的茶醉。 如果你不愿意放下你的茶壶,可以吃一些饼干、糕点,就可以消除茶醉。 问题六,刚制作出的绿茶是不是火气很大,放制多久之后为佳? 喝绿茶不要盲目求心,特别是刚买的仙草绿茶,不要马上喝。 因为放制时间不长,其中的多分类物质、纯类物质、全类物质还没有充分自动氧化。 如果高频率或大量饮用,有可能会出现腹泻、腹胀等不舒服的感觉。 还可能使人极度兴奋,血液循环加快,甚至像喝醉酒了一样,自知无力,冷汗淋漓。 所以,刚刚炒制的绿茶,建议存放半个月以上,等它对肠胃的刺激降低以后,方可冲泡饮用。 问题七,绿茶有保质期吗?多久的绿茶不能喝? 绿茶的保质期一般为18个月,但保质期长短与保存条件极为相关。 影响绿茶存放的因素主要有温度、光线、湿度等,降低或消除这些因素,和茶叶可长时间保存。 存放方法得当,如蜜蜂冷藏,几年还有茶香,但如果保存不当,几个月就不好喝了。 要说保存多久不能喝,就得另当悲论。 只要没有发霉,无其他异味,还是可以喝的,只是没有了新茶的香气,汤色,口感也会大大折扣。 通过学习,我们已经了解到,合理、湿度是科学饮茶的基本原则。 相信同学们在经过的生活和工作中,一定能更好地传播科学饮茶的知识。 重逢发挥,茶有益于人体健康的功能。 祝大家喝出健康,品出真味。 喝出健康,品出真味。